梁洛诗早前回到澳门的老家探亲 被拍到与一名相传是他前男友的男子举止亲密 两人复合之说甚嚣尘尚 梁洛诗的经纪人卢秘雪 又要上日出席活动时 对传言表示极度蔑视 对于一些没有根据的报道 我根本没有意思是要回答 因为这些就是随便乱讲 乱讲的事情为什么要认真去回答 卢秘雪透露梁洛诗目前的生活状态良好 尤其是因为可以对着自己可爱的孩子 因此过得非常的幸福 对于梁洛诗要不要再谈恋爱 卢秘雪表示那是她个人的选择 不过目前她有孩子就很足够 对于爱情并不特别的着急 而对于外界有很多片商和导演 期望梁洛诗付出 卢秘雪重申梁洛诗从来没退出 不过如果真的是目前演出的话 那就要看时机了 一直在谈那个服出的问题 其实Isabella根本都没有去修 那又可来的那个服出呢 所以其实是重点是 有没有合适的那个工作 她的时间能不能安排 如果两个事情都拒毙了 就是两个事情都有了 然后她工作的机会就比较有 可是现在目前的为止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让她那个时间要配合啊 要怎么样的 所以如果大家对她真的 那么关爱的 又有一点耐心等一等吧 对于她要不要再做 目前的工作我没有意见 因为就是她的人生 她要是怎么过 她就有她的选择 所以我们也不用交集啊 要做的自己会做 不做你也不能强迫她 又出来工作 所以还是内心等一下吧 风行娱乐香港报道